好 另外来看到寿风湘民代表会22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 由代表会主席郑美湘来主持 多位代表也提出了对湘工所的建言 其中对于丰山村的考古博物馆 场馆设施相当优质 但是在平日的游客量少 也希望湘工所能够结合文化局来争取更多的行销曝光的机会 为地方带来更多人潮刺激当地的经济活络 寿风湘民代表会在主席郑美湘的主持下 十一席代表均出席会议 并与寿风湘工所进行乡镇建设议题的咨询 今天我们大会的议程是乡镇总咨询 湘民代表张仁俊就指出 丰山村考古博物馆环境设施相当优质 不过在平日的游客量寥寥可数 湘工所是否能够以活动进行行销 让更多的民众来到当地旅游 才能够让好的设施场馆 为当地民众带来经济上的繁荣 考古博物馆一天进去的量人数 真的没有几个人 那么当然经费也已经花下去了 周边设施我们相公所这边 也编列了很多的预算 把它弄得这样的美热美奂 我们要如果去把这个考古这个问题 让这个事件整个一个氛围能够给它提升起来 相公所不宜一定一定要去做它 除此之外也对于售封乡缺乏工友市场 以及找填钩加盖 工所行政科室迁移等等议题进行意见的交换 郑美乡主席也表示 乡民代表以理性问证的监督下 希望能够为售封乡民谋求最好的福利 以及基础建设 记者林杰 售封乡采访吧